後面我不知道 有個人是仇生喜 我也不懂 寄生喜我也不懂 滴滴滴 這邊寫一個 經 對不對 寫一個經 經 生什麼 我先這樣說 我們3點05分 有一個 幫助自己的元神 除去身上的晦氣的 一個法會 然後我們會有這個法靈 我們會有一個法靈 法靈也不是打靈是法靈 然後我們會教你們怎麼用 會教你們怎麼用 OK 會教你們怎麼用好不好 所以你們要參加 3點05分 3點15分才開始 好 3點15分才開始 好 這樣子 沒關係 我挑戰的 好 這個不可以收的 哎呀死了 這個 我挖背了一台啊 OK 這樣看得到嗎 OK 有沒有那個 那個插的 OK 我 哇 這 人呆 看面就知道 來 好 教你們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Facebook 和那個YouTube的朋友 看得到嗎 我不知道哈 我們這個是第一次這樣子 第一次 我們的 這個 這個 放在這邊很久了 沒有 沒有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用 好 我隨便寫 隨便寫什麼 隨便寫 OK 我就隨便寫一個啊 就是 用 用 不音 用 洗 用洗 還有呢 弦 還有呢 醜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音耶 對 再找一個 你再找 看有沒有音給我 醜 醜 醜 好 看得到嗎 看不到哈 波音 你看能不能找得到 青色不是更波音咯 青色看不到的 你們看後面的人看能不能找到 你的房間好像有 紅的不知道有沒有 OK 你們看得到就好了啦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要來現場 OK 比如說 金在哪裡 隨便 醜 金在醜 水在哪裡 雞 不要啦 遠一點啦 OK OK 這樣 好 然後我們這邊呢 就這樣 對不對 我是叫你們這樣寫 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呢 就寫一個 聲 這樣子 知道嗎 好 那麼 木呢 木在哪裡 用 木在這邊 好 木在這邊 然後我們再寫 水 就不要這樣了 再從這邊開始 水 就生 木 然後這邊呢 你就這樣子 寫個聲 知道嗎 會不會這樣寫啊 欸你不要跟我咧 你寫你自己的咧 好 好 那麼 木生火呢 火呢 喜 火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這樣畫一個圈 你看 跟它沒有拉缸的哈 沒有撞到的 這個是什麼 神 這樣子 好 火生什麼 土 土在哪裡 鹹 土 所以這個你看 這樣子 一定不會撞到的 懂嗎 不要去撞到喔 這是神 你如果會撞到 也就是很厲害了喔 你會撞到的 你會撞到的 好 那麼最後呢 土生什麼 土生 金 OK 好 這邊就是金 神 你看 多容易啊 是不是金乾丹啊 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也是這樣的 對 雖然不一樣啦 都是大概都是這樣的 你看 土生金 好 你這樣呢 就能夠論了 就能夠算 要不然你算不到 算不到的 算不到 就是我們的 看還有沒有 沒有啦 應該有的咧 其實 沒有啦 這邊咧 這邊咧 還有沒有 不知道 你看 這個世界就快要亂了 OKOKOK 好好好 所以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我們要知道說 如果 你們先寫金 先寫金在這邊 看不到啊 看不到的話 就要 Focus一點 金在這邊 好 金一鍋讀什麼 你看 我不知道你們的金一鍋讀什麼 這邊的金一鍋讀 仇對不對 金一鍋讀仇 我就寫仇 好 仇生什麼 仇生祭 我就寫一個仇生祭 知道嗎 有沒有看到啊 有 你們也是這樣寫啊 但是你不要寫仇生祭啊 我不知道你是仇什麼 來 金 金不再仇的 金在哪裡 洗 好 那麼你的水在哪裡 洗的人 洗的人 水在哪裡 用 那你們就不一樣咯 你們是金一鍋讀 洗 對不對 洗 身 用 對不對 懂嗎 你要這樣寫喔 好 洗 身 用 好 這邊呢 你就要這樣子寫 寄什麼 寄是水嘛 對嗎 你就要這樣寫 to remind you the G is the water understand 然後這個水呢 一鍋讀寄嘛 是不是 對不對 說寄生什麼 寄生 用 我不知道你們喔 你們是寄生什麼 好 寄生用 那麼 用是什麼呢 母 你要這樣寫喔 你就會懂囉 這個就是說破天機喔 好 好 好 那麼 用 用是木對不對 對 好 剛才那個是用是金嘛 用是水嘛 你們 你就寫水咯 懂嗎 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啦 我不懂你們是什麼 好 用 他就要寫這個用喔 寫木 木 木 木一鍋什麼 用 用對不對 用 用生什麼 用生洗 洗 洗是什麼 火 看到嗎 看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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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開始 第一個金 不亂 下來 他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 所以很多人說 我的Facebook啊 才四千多個人一個讚 對不對 哎呀 那麼少 別人都三四萬的 我們不一樣的地方 是什麼呢 你現在如果Facebook的人 半路進來的話 他不知道你在講什麼的 他一定要從頭開始看 一定要從頭開始看的 突然間你看 剛才一大堆人下來 又跑回去了 是吧 好 好了 你們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好 洗 洗是火對不對 這邊寫火 火一鍋什麼 洗 好 那麼洗生什麼 土 土是什麼 土是什麼 土是鹹 他就寫鹹在這邊 所以洗生鹹 土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千萬不要有人幫你寫 你一定要慢慢慢慢的領悟喔 要領悟喔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只有你一個人的 別人告訴你安設就完了 你就沒有機會學了嘛 所以啊 土 土在寫這邊 一鍋賭什麼 鹹 鹹生他的什麼 醜 醜 醜是他的什麼 金 你看 金跟金 醜 醜金是不是一樣的 這樣 祭水 水祭 然後用木木用 洗火火洗 鹹土土鹹 醜金醜 是不是 這個這樣子就是 醜了 對了 就可以開始論命了 知道嗎 知道嗎 嗯 好 大家要注意 所以你們就要知道每個人 每個人都不一樣 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好 當仇 仇是我們不好的神 不好的神 當仇去生你的祭的時候 有那麼好的事嗎 仇去生祭就是什麼 獲釋滿天 就是很多麻煩 很煩 最近 可能這十年 那這個時候你還要去找工作 越早越亂 越早越煩 越早越煩 是不是啊 你的命當然就 不知道從哪裡 哪裡哪裡著手 就會有很多問題 你就求神拜佛啊 這邊去 那邊去 到最後呢 還怪人家沒有用 還怪人家的水晶不靈 是吧 在Facebook 你看那麼多 這個很有智慧的人 在那邊賣 賣什麼 賣水晶 你跟他買 買了Lucky Color 帶了之後 還是衰 其實不是的 不是他們那邊的問題 是因為你現在的運 在這個地方 仇生祭的地方 知不知道 那我怎麼知道我的運 在仇根祭的地方 剛才還記得嗎 我跟字啊 第一你走什麼 命 第二你走什麼 運 對不對啊 走什麼 是什麼命 走什麼運 那三個字你寫下來 第一 understand yes good very good 那我隨便寫一個 我現在在走 比如說 我在走 心 心 這是命喔 這是命喔 這是八字 八字那邊寫出來的 第二個 我在走什麼運呢 我在走 人子 這是我的十年的運 剛才這樣寫對不對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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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沒有把它 寫成anyman 你必須翻譯到anyman 那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如果你沒有 沒有進入我的課程 你會知道 更多 只會知道 多 我的補習老師跟我請教一個月 好 所以 所以 我現在終於知道了 我現在是什麼命 金 那麼 水 金來生水 金來生水 這個我懂 什麼意思 我看這邊 這個是金 金是仇 仇來生祭 假的 這十年 我的我的 那肯定是不好 仇生祭 好 那麼 為什麼老祖宗用仇這個字 仇家會來幫你啊 你 你膽固固了 所以朋友告訴你 欸 Brother 大家出一點錢啦 做一點生意啦 要不要 不要 為什麼 現如今 我命犯 賢 仇祭 他聽不懂 你愛就愛 賣就賣 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就是我的運不好 我怕會耽露了你 你不信你試一下 所以這個我們就 還有 走啦 去那家銀行 ABC銀行啊 工錢更高啊 DDD不好啊 走啦 不要啦 你去 為什麼 我明年才去 因為明年我才剛好 走完了這個運 我才過去 那你就 步步為盈 如果stubborn呢 那就 不會贏 不是步步為盈 好 如果是寄生用 哎呦 那就好咯 好咯 你白 當然寄生喜呢 對不對 也可以 所以寄生用就好 寄生喜也可以 放心 好 那麼寄生喜 寄生用 代表什麼 用 就是你可以發揮啦 你可以發揮你所藏啦 我天天在炒菜 天天在洗袋 洗袋 洗袋